为什么女人约会啊,都会喜欢穿裙子呢? 是为了上厕所方便吗? 今天呢,我也不怕被骂了,我就把女人这点小秘密呢都告诉你,建议你呢先点赞然后关注,不然我怕待会儿呢找不到我了。 其实呢,原因有很多种,尤其是第三种让你意想不到。 首先呢,穿裙子啊,它能够展示女人的身材和气质,让她看起来更加的自信和优雅。 第二种呢,就是穿裙子也是女人的最爱,可以展现性感的身材,提高男人的回头率,还有一些女人认为穿裙子呢能够显得文静,给对方呢留下一个好印象。 第三种啊,穿裙子也比较方便,非常适合跟男朋友亲热,以及上厕所呢,也是比较方便的。 总之呢,女人约会穿裙子的原因呢,有很多方面的,能够展示自己的优势,又能够让自己更加的自信舒适。 那你喜欢女人约会的时候穿裙子呢,还是穿裤子呢? 女人太久不接触男人,有三个地方会变大,其实无论男女啊,都是有七情六欲的。 那么女人太久不接触男人的话,会有哪些变化呢? 估计这个视频啊,会被很多女性朋友骂。 所以男同胞们,先给我点个红心,再点个加号支持一下,你的支持啊,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首先,就是女人脾气会变大,长时间找不到自己喜欢的男人,就会有一种自卑感。 总是在想,是不是自己不够女人味,长得不好看,没钱等等。 太多的矛盾与纠结,导致自己心情郁昧,无处宣泄,所以呢,脾气就会变大。 第二种呢,就是欲望会变大,越是找不到自己喜欢的,越着急,越着急啊,欲望就会变大。 这个时候呢,但凡有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出现,就很容易放弃矜持,很主动的去跟男人沟通。 其实呢,这样也好也不好,对于不熟悉的人呢,还是要冷静,多了解了解,也是对彼此的负责任。 最后呢,就是女人的胃口会变大,这也是大多数女人的通病,高兴了吃,不高兴了那也实际着吃,吃呢,会让人心情舒畅。 你身边有这样的女人吗? 你为啥不能把车借我用一下? 我家里人不同意,你不要为难我了好不好? 咱俩都这么多年关系了,用一下又不会坏。 那你咋不把你借我用一下呢? 那用一下又不会坏? 你也太扣了吧? 哎呦,你啥朋友? 你借了。 隔壁王阁真他妈不是人呢,今天他和王嫂打架,我在旁边好心劝架,结果把我好顿揍。 用啥呀? 他怀疑王嫂跟邻居有一腿。 哎,你听说没,跟谁? 跟我呗。 哎呦,什么? 我是吉林的,吉林白城,下边通雨的,给个面子,当我把手拿下来的那一刻,不管我美不美,高低夸我两句呗。 搂着男人睡,感觉真不累,牵着男人手,胜过喝米酒,听着男人话,什么都不怕,亲着男人嘴,就笑喝米水。 哎呦,什么? 男人就是好。 哥,给你一万块钱,你让哥切一口,行不? 行。 哥,你怎么不亲呢? 我没有钱,我就是问问你,看行不行。 有什么? 媳妇,你是不是跟隔壁王嫂去洗澡了? 你怎么知道的呢?你这也太聪明了吧? 我聪明啥呀?你咋把隔壁王嫂的小背信拿回来的呢? 你是不是穿错了? 没有吧,不可能。 还不可能?你看看,这是你的吗?这不隔壁王嫂的吗? 呀,还真拿错了,我这就给他送过去。 你一天也太不仔细了,赶紧去。 哎呦,干啥去吗? 荒田无人羹,一羹有人争,肚里无食无人知,身上无衣受人欺。 合伙租船,船会漏,两家养驴,驴会受。 好猫难抵鱼引诱,人不交往,看不透。 你知道这男人和女人去什么地方约会最好吗? 我今天呢,偷偷地给兄弟们织上一招。 我这可是冒着被女人喷的危险和你们说的呀。 你们呢,可别往处说呀,自己看到就点赞收藏就好了。 你们说我都冒这么大的风险,和你们说这些,是不是该给我点个小红星和加个关注支持一下我呢? 别傻了吧唧的听完了就没事了啊,一定要实操,实操你知道吗? 如果你正在出对象,你可能就受益匪浅了,能帮到你老鼻子忙了,要不信你就去试试看。 我告诉你啊,这以后约会呢,就别带他到那个电影院什么的了啊,那里边的东西都老贵了。 那去哪里呢?就去那个游泳馆呢,你看这第一呢,那里边的东西啊都可便宜了,而且还会让对方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。 约会的地方也很特别呀,很有新鲜感。 这第二呢,你能借这个机会,就是能看清楚这个女孩的身材呀,尤其是如果她身材不好的话,万一偷偷穿瘦身衣了呢? 你说你去游泳馆的话,这瘦身衣呢,它肯定是要脱下来的呀。 这脱下来瘦身衣的时候呢,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呀,要不你的小心脏它就跳出来了哦。 这第三呢,无论她脸上涂了多厚的化妆品都没用,等到她在水里钻出来的时候啊,那是纯素颜。 这雀黑的满脸麻子坑啥的,就直接让你看得清清楚楚啊。 这第四呢,也是最重要的,就是在游泳馆里约会啊,如果她不会游泳,你就趁这个机会,你就把游泳给她教会了。 省得你们结婚以后啊,她就问你一个很无奈的问题,还很无聊的问题,就是她该问你了, 老公啊,我和你妈掉水里了,你先救谁啊。 请问英雄难过美人关,下一句是什么呢? 虽然英雄难过美人关,大家是耳熟能详,但很多人也会好奇,美人难过什么关呢? 其实这句俗语啊,还有后半句,但是却少有人知。 相传唐太宗,李世民为了笼络人心,对大臣非常好,其中房玄龄就是李世民的重点拉拢对象。 为了让房玄龄忠心于她,李世民就给房玄龄找来很多美女,让房玄龄纳为小妾。 既然是天子发话了,房玄龄哪敢不从? 但是房玄的老婆那是有名的汉妇,把房玄龄一顿臭骂,并且把这些小妾全部都赶了出去。 这件事传到了李世民的耳朵里,自己的脸面有些挂不住,因为啊,这些美女都是她自己。 亲自挑选的,居然被一位汉妇给轰走,于是呢,就宣房玄龄的老婆进宫,赐给她一杯毒酒,并且给她两个选择。 第一个选择,遵从军命,让那些美女来伺候房玄龄。 第二个选择,喝了这杯酒,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房玄龄的老婆那是丝毫不怕,拿起酒杯就喝,喝到一半,哇的一口,竟全部吐了出来。 这杯毒酒里面装的是醋,原来李世民是想考验一下这位汉妇的决心,所以才把醋说成了毒酒。 而房玄龄的老婆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吃醋的人。 那么,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下一句,美人难过卖醋摊就出来了。 这段俗语的后半句说的是,美女最大的难关,其实还是吃醋。 哎呦,什么? 那年多大岁数了? 我呀,我快三十了呀。